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地獄集降服人面二獸喔 那這一張開明獸的主動技 我覺得還行啦 就是短CD小爆發 然後可以照兩組實製出來 不過在現今環境下應該比較沒有出場機會啦 所以如果比較不方便練沒有關係 你就至少拿一張放在背包就可以了 好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用不同的隊伍來做一個好打以及解三成就的示範 那第一隊我們就來使用全史萊姆合作配置的魔王來解一個五屬成就喔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呢我們先開自己的記憶然後全版都點心 好然後我們抓自己 好對這個地獄集是有點年紀了啦 我當初第一次打的時候是在官方直播公佈銀魂合作那時候 對啊你看銀魂到現在多久了他的年紀大概就多久了 好那第二回的話我們就開副隊的記憶然後一樣全部點心 好然後抓自己 然後整關敵人血量最高是47億 對是億不是罩喔所以不用太擔心喔 好來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我們開自己的記憶全部點心 好然後一樣抓自己 OK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我們開利姆路喔我們開他的記憶然後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來接著我們開飢餓 好然後我們再開一次飢餓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直接新騎手圖一個滿版給他就可以了 OK 好那等一下就可以藉由再爆發喔直接把這個物獅趴盾收掉非常的舒服啊 OK 好接著第二條血的話呢這邊一樣可以新騎手圖一個滿版給他就好了喔 好沒有圖到也沒有關係反正就是 先租1C 好接著來到第4 好第4呢我們就開紅丸然後水火護光暗星都點一次喔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抓紅丸就可以了 好這邊是直接幫你打直傷讓隱身現行然後我們就抓紅丸 OK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陣性 好接著我們開副隊的記憶全部都全部都點心 好然後我們一樣可以抓自己喔 那陣性會讓掉下來的光珠 有家戶所以這邊可以把家戶補回來 那你如果說欸掉下來真的一顆光都沒有怎麼辦 沒有關係喔陣性的效果有兩回合啊 你下一回合再開自己記憶再全部點心再抓自己一次 哇再掉下來再沒有也沒關係啦 對面打不死你啊你要直接手轉也是OK的 好那接著第二條險呢這邊我們再開一次那個利姆路的記憶 好來接著我們開暴風龍的記憶 那等一下我們把下半部全部都塗成新珠 然後上半部不要動到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對面還有無數強這一個敵技啊 好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收掉沒有問題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來使用第二隊 好第二隊我們就來使用地獄樂合作的一趴打講話沒完喔 那這一隊是解隊伍中只有人跟三火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有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先抓化眉丸不守消大力轉 那個地獄樂有無視紅綠燈所以這邊不用擔心 好那先把左右兩隻收掉 好那第二回的話我們就可以開自己的化眉丸記憶然後點心 好然後我們就直接抓自己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那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這邊敵人會自己死去喔 好接著第三 好第三呢我們就開副隊的記憶然後全版點火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抓妻子角色珠 好那開招的那隻會有無視反手傷喔 這邊一樣就可以帶過去 好下一回合再爆發就收掉沒有問題 好那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妻子 好然後我們開自己的記憶點心 好然後我們就抓自己 好那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妻子 好然後抓自己的化眉丸章就可以了 好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妻子 好然後我們開個左切 好然後我們開副隊的記憶喔 然後我們點個火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抓副隊就可以了 好那一血這邊也可以直接灌過去沒問題 好那第二條血呢再爆發 不是再爆發啦就是化眉完下一回合的直傷喔 敵人就會自己死去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來使用第三隊 好第三隊我們來使用黑金的梵蒂岡喔 那這隊也是可以解散火成就 好那火機械我們帶個有直傷的 就是去破隱身這樣子喔 那你如果說這些小怪你反而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高級一點的 例如說一拳超人的傑諾斯啊 他也是有一個直傷的火機械喔 好那總之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第一回開自己然後選擇靈幻 好那我們去符合這個紅綠燈 好第二回的話呢我們就開副隊然後選機格 好那這邊一樣是去符合這個紅綠燈喔 好這邊第一關兩隻就收掉沒問題 3隻啦3隻 好接著第二 好第二這邊我們就開自己然後選擇靈幻 好然後抓副隊 OK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我們可以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然後我們開自己選擇靈幻 好然後抓副隊 好因為靈幻就有無視那個趴數盾喔 這邊也不用再多花一回合 好然後再來第二條血呢我們就開副隊然後選機格 然後這邊就抓自己 OK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直傷去破他的隱身喔 好那破了隱身之後呢我們開自己然後選擇靈幻 好然後一樣抓副隊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就準備來到王關 好王一呢我們就開副隊然後選機格 好然後抓自己 好范蒂剛有無視反手消 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第二條血呢我們可以把龍科之力再補下去 好然後我們開副隊選機格 好然後開自己選靈幻 好然後這邊就抓副隊就可以了喔 好那這邊是第三隊的范蒂剛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最後一隊 好最後一隊的話呢我們就來使用這次偵探的一趴大獎 茉莉雅蒂 那中間隊員不管你要說湊滿五鼠的人類 或者是三火的人類都可以 這一隊都可以瞬間變成二成就 因為如果兩卡可以過代表你中間塞滿也絕對可以過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自己的茉莉雅蒂飢 然後這邊我們點木加光 好啦我們開另一隻點水加火 好啦接著我們開自己的茉莉雅蒂飢然後我們點暗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符合紅綠燈去大力轉喔 這邊照理來說場上的符石種類應該是已經剩很少 所以你要把它轉成滿版的話是OK的 好OK 沒有滿版不過也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第二回他就會有那個畫眉丸炮 直接把中間那隻收掉 好接著第二 好第二這邊我們就開茉莉雅蒂的記憶 然後我們可以點光加光 因為他只有電極光而已 好來接著我們開茉莉雅蒂的記憶然後我們點暗 好然後這邊我們一樣可以抓著茉莉雅蒂大力轉 來這邊再過去 好接著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敵人會自己死去喔 好那二血的話呢我們就開茉莉雅蒂的記憶然後我們點暗 好然後我們就抓茉莉雅蒂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職商會先破他的隱身喔 好來接著我們開茉莉雅蒂的記憶點暗 好然後一樣抓茉莉雅蒂 OK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的話呢他會非常爽快的自己死掉喔 好那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我們先抓角色豬先抽一個回合 好那接著第二回的話呢我們就開茉莉雅蒂的記憶然後我們點暗 好然後這邊一樣抓茉莉雅蒂喔 好啦那以上這邊是四個不同的隊伍過這一個復刻地獄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白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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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